同學們,大家好 這課教大家學習藍字 繁體字,草字頭 然後裡面是這樣的 這樣的 草字頭也可以做兩點一橫這樣去處理 藍字,裡面是一個冬字寫法 但是這裡把它做衣花去處理了 讓我們看一下草字頭 厚重一點點 帶過來 輕巧一些 這裡呢,啟餅呢,為什麼厚重一點呢 因為它有跟逆縫頂筆得過動作嘛,對吧 說說區別的時候呢,它就要厚重一點點 頂住 這也是,先寫兩邊 兩邊寫對稱了之後呢 再去寫中間 我們當然也可以這樣子去寫咯 也可以這樣子 但是這樣子的話,不太容易寫 對稱,不太容易寫對稱 橫畫撲過來 走 這裡橫畫關係也是撲過來 要對齊 對齊了之後呢,它怎麼樣 它在對稱 所以說,寫門字框這種的話 我們出學的話,先兩邊 先兩邊在中間 寫著一個筆順關係 往外面,上面走 以橫向空間的這種比例關係去分割它 扣著一個筆順關係去分割它 厚重一點 蹲過來 蹲過來 空間分均勻啊 大體的 這裡 五個空間嘛 中向的 寫上去的話,整個字也是顯得 比较地體比較緊湊 來,我把這裡給大家 拆分講解 這裡是均勻的 是吧 然後呢,這裡呢 均勻的 我們現在知道啊 這是縱向 縱向空間 這是屬於橫向空間 均勻的之外呢 下面,這裡是均勻的 但是呢,在這個形裡面 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形裡面,你看 樹畫這樣穿下來 左右 它是樹畫 對吧 這樣均勻的能夠理解 好,然後呢,我們把它適當帶斜一點點 拿頂住 外面走 頂住往外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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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樹向的這個過程當中 把這個 樹畫 再斜一點 再斜一點 那懂吧 那還是什麼 可能視覺效果還是均勻的 它不會擠掉 那麼我們寫這裡的時候呢 這是一個關鍵點 要把這裡把它記清楚 好,這個字就到這裡 好,這個字就到這裡 好,這個字 好,這個字